切成滾刀状 一块块散发出米白色的色泽 看起来跟削了皮的水粒没有两样 再沾上一点美奶滋 就是大人小孩都喜欢的沙拉凉笋 另一道看起来更美味的菜色 则是黄色浓稠的柳橙汁 淋在切条的绿竹笋炒猪肉丝中 除了清脆的口感 还有解腻功能 五月下期已经是架顺了 是架顺 然后等于说它经过 你架顺采收以后 然后它七月 那有的早一点六月 差不多是早五十天 它就环顺 环顺就会产出这样子 这一道道的绿竹笋料理 全都是出自知名餐厅大厨之手 目前正值绿竹笋的惨季 台北市农会 今年特别与猫空店家合作 推出以绿竹笋入菜的季节限定料理 让民众体验采笋结束后 中午就可以直接到餐厅品尝绿竹笋 吃在地吃着食 着食的时候都好吃 但是如果你说准备 一般我们比赛来讲 它采的竹笋也要去找牛角的 那比起十几比落 每个这样做一做 就是像一个帽子 像一顶帽子一样 一年之中也只有在夏季 才出产的绿竹笋 因为品质优良 口感香甜 所以价格也比一般的笋种来得高 北部的绿竹笋价格落在 每斤180元左右 尽管如此 没到惨季的时候 市场绿竹笋还是供不应求 民众想要尝鲜 动作可要赶快哦 甲冲花场报道 甲冲花场报道